9月25號 美國國務院辦公室發布了一份題為 《中國對環境的侵害的信息清單》 清單隸屬了中共破壞環境的11大罪行 包括 排放溫室氣體、破壞臭氧層、空氣污染 拱排放、野生動物非法販運、非法砍伐木材與貿易 垃圾處理、一帶一路、海洋飛機物排放 非法捕撈和人為控制湄公河水等 報告稱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者 是最大的海洋飛機物來源 是最嚴重的非法、無管制、未經許可從事捕撈活動的犯罪者 也是全世界非法販賣野生動物和木材產品的最大消費者 報告說 中共的行為已經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 但中共還在不斷地開採自然資源 通過一帶一路輸出到全球 從而威脅全球的經濟和公眾健康 報告指出 中國共產黨壓制公民社會和新聞自由 不讓全世界公民和中國人民受益 正如國務卿蓬佩奧所說的 中共太多的經濟是建立在故意無視空氣、土地和水質量的基礎上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中共有一個基本的目標 那就是要通過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 掌握取代美國、掌握國際秩序的立法權 從而呢 達到什麼主宰整個人類命運主宰國際秩序 實現它們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 它們要獲得整個世界的基本的政治目標 在空氣質量方面 報告中提到2008年 美國外交官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樓頂 安裝了空氣質量監測儀 並共享數據 揭示了北京的空氣質量早已到了危險的程度 中國不安全的工業流程 也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鞏排放國 報告介紹說 鞏是一種神經毒素 當它污染空氣、水和土壤時 會對公眾健康造成重大威脅 很多中國的燃煤電廠 中共國企 和在其他國家投資建設的電廠 產生出的空空氣污染 已經位居世界首位 由於共產黨邪惡的天性 魔鬼的天性所決定 為了實現它根本的目的 它根本不在乎人類的力 包括環境保護 資源的保護 氣候的保護等等 都不在它國家政治的考慮範圍之內 它只追求一點 那就是控制整個世界 報告稱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年度溫室氣體排放國 佔全球總排放量的三分之一 中國並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動物消費國 中共還推動非法採閥 為非法採閥產品的相關貿易提供資金 助長了腐敗和跨國組織犯罪 同時 中國境內至少有13%的塑料垃圾無人管理 以污染的方式直接排放 相當於每年產生數百萬噸的塑料垃圾 不僅如此 中共在海洋中傾倒的塑料 每年給海洋、漁業和旅遊業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 並威脅到食品安全和公眾健康 家住蘇州太湖附近的居民向新唐人披露 因為當局過度開發 太湖水已經被嚴重污染 政府到處做壩 為了商業開發 什麼鐵壺 這一帶的生態和水的流量才會破壞 裡面的魚啊、鴨都被在家上捕捉 這個生態的質量會越來越差 報告中還提到 中共補貼在公海和其他國家水域作業的捕漁船隊 這些漁船經常侵犯其他沿海國家的管轄權 未經許可 便隨意捕撈 另外 中共對巨型水壩的操作和不透明的水資源管理做法 以及對湄公河上游部分的水流單方面控制 都給下游鄰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